CBA消息 广煞赃活球员续约 李晶龙加盟广东 后场核心鼎心续约 广煞赃活球员被裁 北京时间5月28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广煞内线球员许忠豪的合同将会在今年夏天到期 而广煞已经给到许忠豪一份续约合同 也就是说 许忠豪将会以自由球员的身份进入交易市场 众所周知 自从进到休赛期以来 各俱乐部之间关于球员交易的消息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其中涉及到一些明星球员之间的交易更是牵动众多球迷的心 本赛季广煞遭到了太多的争议 已经连续两个赛季 距离总冠军仅有一步之遥 可是到最后却以遗憾收场 据内部人士透露 广煞南篮关于球员续约的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当中 而被誉为联盟第一恶汉的许忠豪获得了续约 当初八一解散之后 潜力球员遭到了联盟各俱乐部的哄抢 而广煞选择了天赋并不突出的许忠豪 原因很简单 就是当作胡金秋的替补 许忠豪没有让广煞失望 在赛场上基本都是毫不保留的去防守 再加上2.12米的身高 往往能取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是联盟中对许忠豪的评价并不高 就是因为此人的动作实在过于野蛮 经常做出一些违反体育精神的举动 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 众所周知 在很多时候 是非常需要像许忠豪这样的球员出场的 这也是一直以来许忠豪没有被放弃的原因 李晶龙加盟广东 北京时间5月28日 前不久有媒体人爆出朱芳宇邀请李春江重回广东南篮的消息 一时间在球迷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很多球迷不理解 李春江不是已经被禁止注册教练员了吗 为什么朱芳宇还会再次邀请呢 其实 李春江仅仅是被禁止从事教练员的工作 其他的涉及篮球相关的工作并不会受到影响 而这次加盟广东的职务是技术顾问 据爆料 除了广东南篮向李春江发出邀请之外 深圳南篮同样也希望得到李春江的帮助 但是最终李春江还是选择了挂广东队 至于原因 一个说法是李春江面积与朱芳宇的师徒情 另一说是为了让儿子李晶龙能加盟到广东南篮 不管是不是又李春江的暗中牵线搭桥 李晶龙目前已经正式被广东南篮牵下了 从李晶龙在深圳南篮的数据来看 本赛季一共代表深圳南篮出场9次 场均8分钟能够砍下6分 三分球命中率66.7% 总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是李晶龙的短板非常明显 那就是防守实在是太差了 不敢与对手硬碰硬 感觉遭防守上没有太大的勇气 其实广东南篮牵下李晶龙的作用并不大 再加上现在广东南篮已经有了一个王兴凯 李晶龙多少就有些多余了 不过相信在杜峰的指导之下 李晶龙的个人能力一定能有所突破 作为一个重要的轮换球员去培养 还是很有价值的 后场核心顶心续约 北京时间5月28日 广东南篮传来一则重磅交易信息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广东南篮后场核心球员赵锐 终于获得了一份三年的顶心合同 赵锐的成功续约 闹得沸沸扬扬的离队风波 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众所周知 目前广东南篮仅有人俊飞一人 是顶心球员 顶心的名额还是非常充裕的 而之所以赵锐被频繁地爆出离队的传闻 最主要的就是对自己的合同并不满意 在上赛季 上海南篮曾以一份顶心的合同 公开向赵锐发出邀请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赵锐依旧是选择和广东南篮续约 很多球迷认为 赵锐虽然想拿到顶心合同 但是他依旧希望留在广东南篮 在第三阶段的比赛中 据内部人士透露 朱芳宇曾单独和赵锐沟通了很长时间 并承诺在合同到期之后 给赵锐顶心合同 但是对于这件事的真实性 一直备受球迷的质疑 如今赵锐顺利拿到顶心合同 谣言不攻自破 在上赛季赵锐场均11.2加3.4的数据 对球队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但是赵锐的短板非常明显 进攻端表现平平 投篮命中率仅30% 甚至还因为此事被乔尔杰维奇批评过 总之牵下赵锐是意料之中的事 也是广东南篮实现球队阵容补强的重要一环 希望赵锐能担负其顶心球员的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